近期中央企省教的预报资料显示 专台湾在最近这几天 有完事过温严重的天气 各地的气温都有机会会超过三十八度 所以各地市政府卫企省 在北提前民众 在头上都要尽量拼命 为必要的付业活动 当时要注意做好红金日头旁的出息 多多补充随分 因为在付业作息的人 时常就要在日头下来活动 才加上速度较高 如果没有做好红红出息 很有可能就会发生中山的景气 天气让人带到冬不住 面对着严重的天气 民众如果出外就要看水晨 实在会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而且是没注意就很容易中山 刚一市政府卫企省教提前民族 中山的作息人体体温到这些状态 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正常办法 头平抹暗 竟到头顶叩叩叩 人生生想要脱 绿色 体温先管兵兵 如果已经在现这种狂 请民众一定要趕快离开高温的环境 想办法降低自己的体温 将参加热掉用水这些空兵兵兵 总是可以提供加丹波液的冷冠水 提供是透水的电解植饮料 一边同温一边最快的速度到便宜来注意 因为严重的状态甚至可能会变化到恒文肌溶解症 一旦若是发生就要趕快送它 在治疗可能会叮叩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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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 公共民众面对着担天高温的天气平台 一定要随时注意自己身体的状况 千万不够麻烦 世新新闻 杜丁苏翁少孙 各位期待 彩虹不得 团队的典范 创造出嘉义市管乐城市人文之度的光荣前景 透过音乐勾勒俯成数百年的人文风景 传递台南土地的芬芳与感动 传统 创新 多元的演出风格 运用不同的打击乐器 呈现云林人艺术与创意的大结合 乐团加上热闹的非洲鼓与舞蹈 贴近台湾的演出方式 展现嘉义县西班子 对创作一贯的执着与热爱 2022夏制艺术节音乐游记 我们不见不散